以色列科学家,即将完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任务,一架私人资助的月球着陆器,即将结束为期六周的月球之旅。 贝雷舍特号宇宙飞船,已经悄悄地进入了环绕地球自然卫星的轨道,现在正准备着陆。 如果成功的话,以色列将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中的一员。 4月4日,以色列首个月球着陆器贝雷舍特进入月球轨道,结束了为期六周的大规模月球登陆行动。 该着陆器于2月21日,由SpaceX列英9号火箭,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升空。 发射后,它让地球轨道运行了数圈,直到4月4日被月球引力捕获。 该机器人将在4月11日之前,一直留在轨道上,届时空间站的工作人员,将尝试在月球背面着陆。 如果他们取得成功,以色列将成为第七个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。 着陆器也将是第一个由私人资助的登上月球表面的飞行器,它是非营利组织SpaceX列和国防承包商Azure, Aerospace, Industries和自生产的产品。 在那里,着陆器的目标,将是在月球表面,放置一个NASA的反反射器阵列,并向其发射激光脉冲。 该项目成员表示,这将使他们能够在10厘米内确定飞船的位置,并为未来安装反射器铺平道路。 这将最终使美国宇航局在未来实现更精确的登月。 BH有限的目标意味着它不能持久,并将在两个地球日内恶化。 领导SpaceX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联盟的商业领袖们,称赞这次着陆对以色列来说,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。 SpaceX公司董事长莫里斯·凯恩表示,不获月球本身是一个历史性事件,但他也加入了以色列的七国俱乐部,进入了月球轨道。 一个星期后,我们将登上月球,加入三个已经登上月球的超级大国的行列,创造更多的历史。 今天,我为自己是一名以色列人而自豪。 尽管如此,史派西仍然承认,在这个国家能够庆祝之前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 SpaceX公司首席执行官A的安塔B说,我们离登月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 相信我们的团队将成江以色列航天送上的任务,这让我们都感到自豪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